大家好,我是小颖,把我youtube黄金三小时 如果是我的铁粉,请给我一个like和分享 第一次看我的视频,请你静悄悄地给我一个like 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感谢您 退休后的李大爷闲来无事,在自己后院种了一片青菜 平时没什么事,就顾顾菜园里的菜 锻炼身体的同时,还不用在外面买菜 就在前天,李大爷照例去菜园子里时 照看自己的菜,然而意外发生了 李大爷在浇水的过程中,突然脚底打滑,摔倒在了土里 摔下去之后,李大爷疼得很久都没有站起来 大约缓了有半个小时后,才缓慢地爬了起来 回到家后,李大爷身上的疼痛感并没有减轻 他疼得一夜没有睡好,第二天他直接起不来床了 儿子看见后,赶紧带着李大爷去医院检查 经过CT等检查,李大爷被确诊为有锁骨骨骨折 六侧多发性肋骨骨折,以及有肩胛骨粉碎性骨折 需要住院进行治疗 一笑十分节省的李大爷对这个结果难以接受 自己只不过是摔了一跤,竟然会这么严重吗? 他觉得医院是不是想挣钱在唬人呀? 一,老年人为啥摔一跤就骨折了? 不少人认为老年人骨质疏松是因为缺钙引起 在缺钙严重的情况下,老年人很容易会骨折 这种情况下只需要补钙就行 其实这个说法并不正确 骨质疏松其实是骨机质和骨矿物质含量减少所致 钙质只是合成这两个物质的一部分 并非所有的骨质疏松都是因为缺钙引起 老年人出现骨质疏松更多是由人体自然衰老所致 对于老年人而言,之所以摔跤容易骨折 除了和骨质疏松使骨头变脆相关以外 还和老年人年龄增加,各项机能衰退密切相关 当老年人罹患骨质疏松时,身体会有一些异常表现 但是这些症状缺乏特异性,很容易会被人们所忽略 二,出现这三种症状,小心骨质疏松症 2018年,我国首次骨质疏松症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 40到49岁,50岁以上,65岁以上人群的骨质疏松的患病率 分别为3.2%,19.2%,32% 目前,我国有超过8000万的骨质疏松患者 这些骨质疏松的患者身上多会存在这几个症状 一,骨痛和肌无力 原发性骨质疏松患者身上最为常见的症状就是腰酸背痛 在起身身体移动的时候,腰背部的疼痛最为严重 病情早期可能会出现间歇性的腰部无力疼痛感 随着病情逐渐加重,会出现慢性疼痛 即便是没有活动的时候,也会有疼痛感 发展到后期,甚至会连翻身,自行走动都变得困难 二,身高缩短驼背 不少老年人认为,人老了之后,身高缩短是正常情况 这其实并不正常 如果发现你的身高被年轻时缩短4厘米以上 则很可能是骨质疏松 行锥体骨折引起的,一定要及时就医 三,骨折 骨质疏松会导致老年人骨质变薄,变脆,骨量减少 在日常出现骨质的风险会显著增加 年轻的时候磕磕碰碰,很少会骨折 但是在老年时期,稍微一碰就可能会骨折 一些骨质疏松比较严重的人群 甚至打个喷嚏都可能会骨折 三,50岁后三种肉要舍得吃,或能养好骨骼 对于老年人而言,虽然骨质疏松很多件 但是也并非不可预防 在生活中,多吃这些肉或可帮助预防骨质疏松发生 一,牛肉 牛肉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以及矿物质等 这些物质很容易被身体所消化吸收 对于组织发育、强劲骨骼等均有好处 二,鱼肉 鱼肉也同样是个高蛋白食物 相较于牛肉,它所含有的脂肪含量更低 并且还有多种矿物质、维生素等 对于老年人补钙可起到不错的效果 同时还不会引起老年人体内的脂肪含量升高 三,虾 虾肉内也含有很高的蛋白质、维生素、氨基酸等元素 可以起到营养神经促进骨骼健康的效果 对于老年人而言,可以在日常多摄乳虾 四,预防骨质疏松三点要牢记 除了饮食上有所注意之外 老年人在日常还需要做好这三件事 才能更好地预防骨质疏松发生 一,保持健康生活方式 骨质疏松其实是一种慢性病 很多人发病的原因都可能是因为 多年的不良习惯逐渐积累而来 如一些人长期吃素 身体无法摄入充足的钙质 缺乏运动、吸烟、酗酒等 这些不良生活习惯是诱发骨质疏松发生的元凶 日常饮食要注意 保持有充足的营养摄入 尽可能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 海鲜以及肉类也要适当食用 18到49岁人群 每日需摄入800毫克钙元素 50岁以上人群 每日需摄入1000毫克钙 同时要注意定期进行运动 运动可以锻炼到骨骼 对于保持骨骼健康有很大好处 建议每周至少进行两次锻炼 每次锻炼的时间不少于30分钟 另外还需要注意尽量的戒烟、陷酒 2.防止跌倒 改善居家环境 相较于年轻人 老年人的活动能力会大幅度下降 所以老年人在某些事物上一定要扶老 不要选择登山、攀岩等运动强度大的活动 在日常活动时要做好防护措施 尽量地慢一些 避免自己滑倒、摔伤 家中环境也要做出改变 如地板上铺上防滑垫、马桶边安装扶手 帮助起身的 3.定期做好骨密度检测 老年人要定期进行骨密度检测 该检查是诊断骨质疏松的经标准 建议40岁以上的人群每年都要进行检查 一些身体没有任何不实症状的人 也可能会存在骨质疏松 检查可帮助早发现、早治疗 另外,一些确诊骨质疏松的人群 且已经发生骨折的情况之下 一定要特别注意预防再次骨折 确诊后要积极进行治疗 且生活中要更加小心 老年人发生骨质疏松非常常见 老当益状才能更好地享受晚年生活 大家在生活中一定要重视骨质疏松问题 积极预防、保持良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尹,我们下期再见啦